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嘿 我千千啦 要記得按讚還有按訂閱 順便介紹給你所有的朋友喔 嗨 大家好 我是麗珠瑞千千 今天呢很明顯就是一個戶外拍攝 因為我們今天要迎接一個我們久違 真的是久違 應該有一年以上沒有拍的一個企劃 那就是我們的水水二杯幕府 然後這一次呢幕府到了基隆 然後基隆呢 是台灣早期非常繁榮的一個港口 港口就會想到什麼啊 人多 人多的時候呢你就會想到 一定有很多美食聚集的地方 這一次呢募集了基隆廟口夜市 是前五名的清單 大家一定會想說是前五名 那旁邊這個都是一堆火的是什麼東西呢 基隆呢它除了廟口夜市非常知名之外 它其實也有很多就是 基隆廟口周邊的一些美食 然後是在地人激推的 但是呢先跟大家說一下 每個人口味不一樣 所以大家如果看到這些清單的時候呢 要冷靜一點知不知道 那首先呢我們就來看一下 網友募集的第五名是哪一間 遠東泡泡餅 各位 我是非常期待泡泡冰 也是非常喜歡的 但是呢因為現在就是正在飄著魚 我們的第一間就吃冰 我們謝謝大家的推薦 我們就前往我們的遠東泡泡冰吧 泡冰 我肯定 來喔 我們的遠東泡泡冰 今天要拍的廟口裡面也有非常多間泡泡冰 但是呢很多留言會推薦這一間是因為它位置做起來很舒服 而且今天是在下雨的天氣 我們的第一間就是吃冰 我有一種開始莫名的咖哩順的感覺 然後我點的是他們最多人推薦的花生花豆的口味 想當這一街口 壯的 這樣板球問題嗎 還是我唱吧 全清的唱聲音壓過去 花生花豆口味 而且它花豆是整顆糖在裡面的耶 很濃耶 有點冷 但它很好吃耶 它那個花生的濃郁 就是你入口你就整個被花生撞擊 它就整個直衝你的口腔各處 而且重點是因為花生口味上不是比較厚重嗎 很容易會覺得膩口或是很滋味的感覺 但是因為它是冰 所以你吃起來就是不會覺得 就是比較容易膩 然後花豆吃起來也滿鬆軟的 它55塊滿值得的喔 就是它的料不是只有在上面那一層 你看它現在挖到中間這邊也都是花豆 也許還能活活 你還要欺負喔 抱歉 這家腿腿我覺得很好吃 喜歡吃花生花豆的人可以來試一下 因為我覺得它味道非常的濃 我們現在呢吃完網友票選的第五名之後呢 我們來看一下第四名 欸我先講目擊而來的名單 就是大家有自己的口味 所以大家就是對 好我們看一下第四名 有一次哪一家 阿華草麵 我這間我吃過耶 七八年前吧 我們來去吃一下 看看吃吃看阿華草麵的味道究竟是怎麼樣 接下來呢這間是網友推薦的第四名傳說中的阿華草麵 基本上會排在榜上大家一定也非常的不意外 因為就是講到基隆然後講到咖哩草麵大家都一定會推這一間 然後我查了一下其實還有另外一個慶安宮的那個咖哩草麵也非常的有名 我們點的是石井的咖哩草麵加辣 這一碗90塊 然後它有肉片豬肝蝦子 然後這裡還有貢丸蔬菜 它的東西很多耶 我們來吃看它的味道怎麼樣 哇這個這個這個不得了 哇它的辣真的會辣耶 它的那個咖哩的味道 先讓它稍微量一下 然後我覺得它的味道吃起來 它是有點日式加印度咖哩的兩個合在一起的中間體 因為它香料味其實還滿重的 可是它又帶有一點點那種日式的那種甜甜的調味 然後它的辣真的會辣大家真的要小心 喔好辣 欸它這裡有吉古拉耶 這也是算基隆特色的那個食物 吉古拉是它日文竹輪的意思 但是呢如果你跟吉隆人說 吉古拉就是竹輪 他們沒辦法接受 反正它就是用鯊魚漿然後做成的 然後中間有空洞的這一種 喔好辣喔 我覺得算我的大辣喔 因為它的辣是有點像生辣椒的那一種 大家都說加辣比較好吃 但我還是建議大家就是看有沒有辦法點小辣 啊如果沒有辦法的話就盡量點不辣 我覺得它咖哩味滿濃郁滿香的耶 就是台式咖哩的那種感覺 而且因為基隆 日本人只要來台灣就是一定會從基隆港進來 所以它其實還滿多那種日本文化的那種食物 而且它的豬肝滿好吃的耶 肉片稍微比較乾淨一點 但豬肝滿香的 有點特別就是因為它很辣 但是你其實吃一吃滿耍水的 然後它的口味上比較重一點點 我覺得很符合就是基隆這邊的口味 像碼頭的工作人員也比較需要去出到力氣的 然後他們就需要在短時間裡面去攝取這種 比較高鹽分的 然後去快速的補充他們的體力 所以現在整個變安吉利亞球力超辣 吃完了這間阿華炒麵 我自己覺得滿濃郁滿香的 也滿耍水的 我還滿推薦大家來的時候可以吃吃看 但是呢如果大家來吃的話 就盡量在拍店的時候來吃 因為它畢竟是賣宵夜場 所以它從晚餐開始 它就一路一直排一直排 所以如果大家想要吃又不想排隊 你就可以外帶 不然的話就是早一點來 好 我們剛剛吃完了網友票選的第四名阿華 我們接下來來看一下第三名究竟是誰 下一間究竟是哪一間呢 滷排骨 究竟味道是怎麼樣 我們就一起來去吃吃看吧 走吧 我們現在來到21號的滷排骨飯 然後也是我們的網友募集的第三名 然後我點了它的那個筍乾跟它的高麗菜 另外再加點一個這個滷蛋 看一下它的排骨 它是裹這種薄粉 然後它肉其實我覺得算還滿厚的 很多人會激推基隆的排骨飯有兩間 一間是這一間 另外一間是甜甜鹹 我想說 就來揮揮這排骨飯的味道究竟是怎麼樣 好燙 我們再來看它的顏色 你會覺得它的滷排 感覺醃製的味道應該會滿重的 可是它咬起來 其實你還吃得到中間本身肉的味道 然後口味上不會到太重 屬於鹹香的那一種 我還滿喜歡它的那個高麗菜的 我覺得整體吃起來就還滿OK的 然後我覺得它的飯有幾個 粒粒分明然後沒有軟爛也沒有那種碎粒的感覺 我覺得它排骨算還不錯 但比較不是我喜歡的那種類型 可是我覺得它有一點很加分 是因為滷排大家想像中可能會比較軟爛 可是它至少是滿扎實 你還是吃得到那個肉的口感 吃完了 吃完了我覺得這間滷排骨的整體味道 我覺得還不錯 但對我個人的口味來說 我覺得經驗感比較好 還好一點點 這種人也可以跟我推薦一下 大家滷排骨是喜歡吃這一間 還是喜歡吃甜甜鮮 接下來我們就來看一下網友推薦的第二名 究竟是哪一張 沒想到我們這麼迅速已經進入到第二名了 第二名是蝦仁跟豬腳 22號就在隔壁了 現在又開始排隊 蝦仁跟豬腳 那我們現在有個悲劇發生 怕今天公休 我們隨隨歐北木服 先跟大家稍微解釋一下喔 其實我們出來之前呢 都會先確認一下他們的營業時間 但它今天公休 對 它很過的那之前每天都一間 那他們可能一個月會挑一天公休 所以應該其實在外面 我們這一集還拍得下去嗎 那我們就直接迎接 我們的第一名 我們看一下究竟是哪一家 非常不意外的天衣香肉根筍 這一間的滷肉飯是非常多人推薦 這一間其實我吃過 但是因為我那一次吃的時候是外帶 然後還滿多基隆的人 有在下面留言說 它有一個隱藏的吃法 然後跟現場吃是最好吃的 所以我們就再去來試試看 它味道究竟是怎麼樣 我們現在來到排名第一名的天衣香 我只能說人真的超級多 天衣香我之前其實有來吃過 但是我那時候吃的時候是外帶 所以其實滿多的人在下面留言跟我說 它一定要內用 然後它有它自己的一個隱藏吃法 我們先來吃吃看滷肉飯好 我們先來灑白胡椒 嗯 肉這樣是屬於偏甜的那種 然後我覺得它吃起來的味道 其實跟V哥的味道有點像耶 然後它的飯粒啊 湯汁放滿多 所以它有稍微泡了一下 可是它的那個飯粒吃起來不會軟爛 我們來試試看網友推薦的方式 是加白胡椒跟加醋 我雖然剛剛加白胡椒了 我再加一點好了 為什麼要加醋 為什麼要加醋 我覺得加了白胡椒之後 我覺得它香氣有更多 但跟我個人喜歡的口味有點不太一樣 我覺得它還不錯吃 但是對我來說是經驗感比較還好 但我覺得大家來可以吃吃看 因為是還滿多人雞推的 然後票數又很高 所以就代表是滿多人喜歡的口味 好 我們來吃吃看這個 羹 它還滿神奇耶 它的羹是那種沒有勾芡的那種清湯 而且它的肉羹啊 你不覺得它的肉超多嗎 就是隨便一撈就是超多塊的 它的肉羹我喜歡耶 它的湯頭還滿鮮甜 有點那種蔬菜的香氣 然後那種鮮甜味又非常的剛好 所以它裡面加了香水之後 那個湯頭濃郁又帶有一點香水的香氣 這是我喜歡的湯的味道 然後它的肉羹咬起來啊還滿扎實的 我覺得算嫩 然後香氣也還不錯 跟大家交一個小撇步 如果有那種肥肉比較多的啊 不管是滷肉飯或是什麼 直接焢肉飯也好 你撒一點點白胡椒粉下去 提鮮提香 嗯 身為一個少女 好 吃完了我們的天意香 到底要去哪裡 吃完了我們的天意香 因為我覺得這個肉羹湯很好喝耶 而且因為它沒有勾芡 所以喝起來的負擔感比較沒有那麼的重 你說醋加胡椒嗎 我不會吃 等一下 你現在是講挖洞油跳是不是 跟大家說 我那時候在拍天意香的時候 還滿多人在那支影片下面留言 推薦我滷肉飯專家 在Google上面說它關了 但它今天有開 這就是一個冥冥之中的注定 所以雖然說我們剛剛吃完天意香 一樣也是滷肉飯加肉羹 但隔壁既然有開 那我們就再去吃一次 雖然說Google書沒開 但它開了 這就是在告訴我 月老那首歌的湯 然後我點的也是滷肉飯跟那個肉羹湯 因為這也是大家推薦的 最主要的兩個品項 然後給大家看一下它的那個滷肉飯 其實跟剛剛天意香的樣子有點像 也是肥瘦肉算是一半一半的 但是它的顏色好像有在淺一點 我們來吃吃看它的味道怎麼樣 好口感 哇 這什麼運氣呢今天 來 精一點 精一點 我覺得它吃起來的味道啊 它跟天意香的那個方向是差不多的 也是偏乾口的那一種 但是它這個更軟爛 然後所以對我個人口味啊 它對我來說它的軟爛程度跟它的香氣更多 是我比較喜歡的味道 大家來的時候兩家都可以吃吃看喔 因為就在隔壁而已 它裡面還有放那種脆脆的 有點像菜脖的東西 滿增加口感的 因為它其實那個醬汁比較多一點 所以比較濕 所以它多了這個增加口感 就會覺得咬著咬著有 那種脆口的感覺就比較不會膩 吃完了我們來喝喝看它的羹 這間它的那個羹湯也是那種清甜類型的 但是它有多了一股 我不知道怎麼形容它的味道 我比較沒有那麼喜歡 所以以肉羹湯來說 我個人比較喜歡隔壁的 對 但大家來也是可以吃吃看的 因為它也是那種 甜味還滿夠的那一種 再加一點醋好了 嗯 加醋就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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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間是比較像大胡湯那種湯頭 然後這比較像筍甜的那一種 看大家比較喜歡哪一個 但是如果以肉羹湯來說 我比較喜歡甜蜜香 因為它的肉羹的口感跟它的甜度 這我比較喜歡的 吃完了我們的滷肉飯專家 因為我剛好連續吃兩間嘛 然後我覺得它的滷對我來說 滷得比較透跟爛跟香 那我們就繼續我們的下一間 嗨 我們的水水二杯木服 剛剛一瞬間也沒有一瞬間 我們剛剛呢已經吃完了 跟網友募集的五間了 接下來我們要進入到 在地人忌推的美食了 究竟這五間是哪五間呢 我們先來撕最下面的這一間 就有一間是 喔 是我們的遠東賴家水煎包 為什麼又是遠東 遠東泡泡冰遠東賴家水煎包 我們先來去吃水煎包吧 遠東有你來吃 給大家看一下 大門森樹 天啊 我的媽呀 它已經賣完了 旁邊有賣雙胞胎 我跟大家說 因為對面的人那一家水煎包 現在可能已經關了 但是沒有關係 剛好對面有一間 我存了很久的阿山顆 因為我本身非常喜歡吃雙胞胎 它有開耶 我立刻就給它買了一下 而且它是這種小顆小顆的 它不是那種大顆的雙胞胎 是不是很神奇 我跟大家說 因為我個人最喜歡的雙胞胎 是嘉義的那個顧家雙胞胎 它咬起來外表雖然沒有那麼的酥脆 但是因為通常雙胞胎不是會很硬嗎 它做成小顆之後 口感還滿好的耶 我要給你們聽酥酥的聲音 一波三嘴 我們的雞龍 這個還滿香的 雖然說不是必買的 但是我覺得大家如果來 經過買顧家 可以順便買一下它 因為如果喜歡吃雙胞胎 又嫌它太硬牙口不好的長輩 牙口不好的人可以買來吃吃看 那我們趕快前進我們下一家 我好怕它關喔 究竟在地有人推薦的 下一間是什麼呢 水煎包 喔 遠東蚵仔煎 身為一個彰化人 旁邊是王公李林郎 蚵仔煎為的是略懂略懂 究竟味道是怎麼樣呢 我們就去吃吃看吧 來囉 我們的遠東蚵仔煎 雖然說我們的賴家水煎包沒有吃到 但是至少我們有蚵仔煎可以吃到 這一間滿特別的是它有三種醬料 醬油 甜辣醬 然後還有生辣椒 所以如果大家想要吃辣一點點的話 你就可以跟它要生辣椒 而且呢 我還有特別你知道 因為有做過功課就是不一樣 我有跟老闆說我要甜辣椒 那我們現在來吃看看味道怎麼樣 它這個是小白菜的底耶 它吃起來很香耶 蚵仔的鮮味有又不會吃 重點是它旁邊這個啊 它算是比較厚的那種 所以你要跟它說甜辣椒 所以它口感才不會有點像鼻涕軟軟的感覺 我覺得還滿香的耶 而且它的鵝要算大顆 我覺得算是不錯 我比較喜歡它加甜辣醬的部分 因為加醬油那邊就是鹹度 可是如果甜辣醬的地方 它那個甜跟海鮮的味道鮮味合在一起 那種鮮甜的感覺我覺得最剛好的 哇 這個鵝 聚飽盆是不是 而且我剛剛發現啊 它的鵝仔煎蛋啊 是整顆蛋 因為有一些不是會用散蛋 因為比較便宜嗎 應該說比較省錢 但它是用整顆的那個蛋直接這樣打下去 吃完了 我覺得這間鵝仔煎它雖然還滿好吃 但它其實跟我之前吃過其他地方的鵝仔煎的味道 我覺得它其實差不多 但它的鵝仔給的非常的大方 超多 然後又是用整顆蛋下去 所以我覺得大家如果來基隆有口味的話 一定要來試一下 但要記得要跟它說煎一點 我們現在吃完我們的遠東鵝仔煎之後呢 我們就來繼續看一下 在地基隆的朋友激推的下一間 究竟是哪一間呢 哪一間都可以千萬多不開 長角麵食 樂咖的麵食 什麼意思 樂咖的麵食 走 我們現在到了長角 因為基隆它的麵食非常的有名 然後基隆的麵食有三間非常特別有名 長角是其中一間 然後再來是三角窗 然後還有一間我有點忘記名的 就三間就大家都會互相討論來討論去說 哪一間是最好吃的 然後這間長角窗一進來 發現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茄莉妳先起來一下 等一下 沒事沒事 它這個椅子啊 滿多的它都有貼這個 貼這個就是膠片 我在想說應該就是有人可能就把它做斷了 他就勢必把它貼起來 你知道為什麼要貼起來嗎 因為會夾屁股 如果它沒有貼起來 你坐著之後我就覺得 咦 卡丁 我們點了它的乾麵 基隆人吃乾麵一定要配它的扁食湯 然後所以我們點了一個扁食湯 然後雞菇辣 跟這個豬腳 傳說它的豬腳比麵還厲害 所以我們就點來一起吃吃看 然後基隆的乾麵它比較特別是 它是油蔥加豬油 它上面是沒有淋肉燥的 我覺得還滿特別 就是大家來基隆 真的一定要吃吃看它有沒有麵 因為我覺得每個地區的麵 都有一些不同的口味跟文化 然後基隆的這種方式我覺得滿特殊的 已經快培了 我覺得很好吃耶 它是那種樸實簡單的味道 然後它入口的時候 它那個油蔥的香氣跟醋油的香氣融合在一起剛剛好 而且如果你吃的時候你覺得它不夠鹹 你還可以跟它要甜辣醬 基隆油他們特有甜辣醬 就跟台中的東泉辣醬 你們可以加他們這邊 就是可以跟它要那個甜辣醬加進去 而且它的油蔥出炸一炸之後 它這樣拌在麵裡面 它還是有帶一點酥的那種口感 簡單的味道 但是它一點都不簡單 我覺得這味道很棒 快問我 你要問我為什麼基隆很多麵 為什麼基隆那麼多麵 你那個欸 我這樣 因為基隆在早期其實是台灣很大的一個港口 然後所以它很多各種外來的文化各種影響 然後當時在二戰的時候 就是美軍湯就是給了台灣非常多的麵粉啊 或是小麥等等 所以就後來基隆就有非常多的麵食 然後跟蔥牛餅非類相關的 有沒有覺得看淨淨的頻道還可以講知識 我們來吃一下我們的扁食 它是那種青的那種大骨的湯頭 加一點點青菜下去做點的 我覺得喝起來就味道不會到太重 然後我覺得配乾麵滿剛好的 那咬下去是有肉汁的那種 好啦 我們來試一下喔 網友雞科的豬腳 沾一下 肉味很重的豬腳 然後它的皮啊 你會想說它這個肥肉的地方不留很多嗎 油脂感非常的不重 你咬下去全部都是肉香味 邊邊這個你只會覺得有一點油香味 可是不是那種油脂感厚重的味道 然後它皮呢是有Q度的那種 我覺得有點像是那種滷味 然後越咬越香 會很適合拿來配個酒的那種的豬腳 因為我個人呢 比較喜歡再軟爛一點點的 但是我覺得味道還不錯 來吃一下油豆腐 很入味就算了 它的那個每一個孔洞都吸滿了它的汁 滷到那種… 很像豆豆腐 對 很像豆豆腐不會滷到很… 就裡面乾乾像豆豆腐那種口感 接下來是這個雞菇辣 它就是鯊魚的那個醬 做成的這種中心油孔洞的 肝納之類的東西 它味道好像鮪魚相思 鮪魚相思 鮪魚相思 對 我覺得它味道有點像鮪魚相思 吃完了我們的長角麵食 我剛剛有一度在想說要不要點第二碗來吃 其實除了乾麵之外我也很喜歡它的油豆腐跟它的扁食湯 我覺得它那個油豆腐這 不知道怎麼回事耶 它醃得這麼入味 然後它的扁食湯我覺得大家可能會覺得說 味道比較清 可是我很喜歡那種輕輕的 就單純那種大骨的香味 然後豬腳我覺得算是滿Q彈的那種 而且它的肉味香氣很夠 可是又不是那種豬的三味 我覺得如果你是喜歡吃冷滷味的那種 稍微比較帶Q的口感應該會很喜歡 但因為我本人就是比較喜歡吃爛的 但是我覺得大家可以來吃吃看這一間 然後也順便如果有基隆的朋友的話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說 你最喜歡吃哪一間麵店 接下來我們就來看一下在地人 激推的下一間是哪一間 禮記麵粉間 傳說中神奇的麵粉間 我們之前還有特別打電話問老闆說 老闆你給我開了 他說喔 沒路好帶來開啦 小小的雨會開吧 小雨小雨 大頭大頭 下雨不稠 但是我很稠 因為我個人最期待來基隆夜市吃的 禮記麵粉間 沒有開 下面很多觀眾說一定要去吃一下麵粉間 一定 我來了 沒有開 唉 沒有關係 我們跟基隆的緣分 雖然說有點淡薄 我們還有最後一間希望 我們的板子要不要先責爛 折掉… 最後一個在地人激推的美食 來看一下是哪一間 唉 不好意思 這是還有撕過是不是 裡面是什麼 有錯字是不是 好 我們最後一家呢 就是全家府元宵 唉 這間 我有吃過我朋友的外帶耶 究竟店裡面的味道是怎麼樣呢 現在下著雨 今天失心奇蹟 有點咖咪孫 就是要吃元宵 我們接下來來到我們最後一間 就是我們的全家府元宵 我只能說這個排序非常的完美 最後一間就由我們的酒釀湯圓加蛋 暖暖的離開基隆 感覺是不是很優秀呢 我點了它的那個酒釀湯圓加蛋 很多人都說一定要加桂花蜜 然後我剛剛在點的時候 老闆說它桂花蜜本來就加在裡面 所以你不需要額外再點 等一下 我來吃一顆湯圓 這個芝麻的內餡我 我很幸福耶 我先講它的那個酒釀的湯底 如果你很害怕是酒釀底的 因為一入口都會很重的那種酒精 會撞擊的話你就可以加蛋 因為它會比較中和掉那個酒精感 然後你喝下去就會比較順 我自己還蠻喜歡這種溫溫的味道的 你看它的桂花的味道沒有到非常的重 就是我覺得算淺淺薄薄淡淡的那種 但是呢它的湯圓很優秀 那個芝麻濃醇香 而且沒有油好味 假上上 重點是它的皮 因為呢大家叫我討厭吃太Q的皮 但是它的皮呢是Q軟 給過 我自己如果下次點我應該會想要試試看沒有夾蛋的版本 就是那種刺激感再重一點點 有沒有聽到 沒有了 不好意思我有 I'm sorry 當你聽到賣碗的時候或是這是最後一顆了喔 你就知道你是人生勝利主 不好意思 今天在基隆之旅最完美的人就是我了 因為我有喝到最後暖暖的酒釀湯圓 芝麻湯圓真的一定要點 因為它的內餡真的是濃 放在酒釀湯圓裡面就是互相搭配得很好 不會覺得各自就是很搶 我覺得還滿生氣的 大家我們今天學學歐杯幕府算是一波三折 非常多的店家沒有吃到啊 這故事告訴我們 是不是要來拍第二集了 好 是 我自己回答 因為我自己覺得很傷心 尤其是我今天來呢 最主要賴家水煎包跟李敬麵粉今天都沒吃到 我大概心碎了大概有50%吧 但是呢另外50%是至少我還有吃到很多美食 這幾間吃下來呢 我個人很喜歡我們今天意外吃到的滷肉飯專家 因為我覺得它滷得很透然後很香 它是屬於比較偏甜的那種滷肉的味道 所以我覺得撒一點白胡椒下去 喔 然後呢我今天還有特別喜歡長角麵食 我自己吃它的麵食我覺得很特別 其實它沒有加肉燥 可是它單純用它的油蔥酥 跟它的那個豬油 它就整個很鹹香夠味 真的是一口接著一口 我會一直想要把它吃完 然後再來的話我也很喜歡那個全家福的元宵 喔 那個芝麻 只是比較可惜 是我覺得它桂花蜜的味道 比較沒有那麼的明顯 然後遠東泡泡麵的花生花豆我也覺得不錯 然後大概就是這樣 如果大家有什麼基隆推薦的美食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們推薦 然後我覺得滿有趣的是 因為畢竟它以前是一個港口 又非常的繁榮 所以它的飲食文化我覺得非常的豐富 所以呢 基隆等我第二集 I'm coming 拜拜 哈哈 I like to e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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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at